他们在干杯,沙河上是特别能喝酒 今天喝的这个酒呢,是比较奇怪,我没见过 是一个纪念二次大战,中国战场,日军向中国投降的这么一个 是南京的中央,那时候叫军官学校吧 那个老邓带我进去,现在这是军队的地方 我进去拍过,但是没有这个环境的气氛 这酒呢叫百天顺,百天顺这个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前一段那个一个朋友让我用微信帮他卖茅台酒 他就说叫风叫,风叫老酒 这个百天顺是怎么回事? 百天顺这个酒,他原来,因为百天顺的主人就是百徽章的祖先 百徽章是谁? 百徽章是102民国政府,102司司长 抗战的英雄? 抗战的英雄 抗战的英雄 打过什么仗呢? 打过,他从松乌战争开始打 还打到万家林大杰 哦,就是有张领埔的那个? 对,张领埔当时是个团长,他是个中奖市长 哦,他比张领埔这个还老? 老得多了 哦,那他跟这个赵九有什么关系呢? 赵九,因为他是茅台人 他是茅台,当时他家里主业就是百天顺 百天顺这块牌子是100多年的老字号 那比茅台还老? 应该比茅台还老 有一个资料说红军当年尊义会议那个房子 是跟他们家有关? 这个就是百会章造的房子 就是尊义会议那个? 尊义会议的会址是百会章的房子 哦,哦 他现在他生子,生女 继续造酒 嗯,生子继续在造酒 他现在原来的墓都搞掉了 哦 现在来的墓 他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吗? 没有 他到打内传的时候 后来他就投诚了 因为为什么台湾不去呢? 岁数也大了 兄弟有怎么好打的 也不想打了 就不出去 留下来了 当时留下来的时候 那个省政府还给他有一定的征 哦 但是到53年 毛泽东亲自下 下命令 枪毙了百会章 哦 哦 这个顺天白 百天顺 百天顺 嗯 就是他家的主页 哦 红中 现在还造酒 现在还在造酒 嗯 他那个 这个 较长的 这个酒 有三十年 嗯 关爱老兵的志愿者老陆 带我们见了好多需要关爱的老兵 晚上呢 为了让我们消除疲劳 请我们喝酒 这个酒呢 我不敢喝 让啥和尚喝 上面有一个照片 照片是1945年日本投降仪式 在南京中央官校签那个签字仪式的照片 这个酒叫百天顺啊 抗战胜利 惊爱京城 这是个纪念酒吗 对 这是纪念酒 啊 这个 这个酒是 为了纪念 那个 抗战胜利 七十多年 啊 才推出来的 啊 百天顺是牌子 还是人呢 百天顺是牌子 啊 是一家百 嗯 一百多年的老字号 这是 一百零二十 国中的一百零二十师长的主业 这个师长叫什么呢 叫 呃 呃 百慧庄 他打过什么仗呢 他从苏武转 呃 转程 呃 呃 开始就打了 啊 在上海罗电 啊 就跟日本为止干上 啊 后来在江西万家岭大街 啊 他整个师 打 基本上 那个 弄错 打了 差不多了 哦 光是团长也牺牲好酒 嗯 那他和他一起打万家岭的张领虎 当时是他比张领虎还重要 他是师长 啊 啊 中将师长 张领虎那时候才是团长 上校团长 往多了说 对啊 啊 他那个 打好以后 日本鬼子消灭了以后 投降了以后 他 哦 哦 没投降 呃 后来到 江西 嗯 到江西呢 那个 那个 那个中华民族 到台湾 到台湾也不去 嗯 就留下来了 嗯 不打了 嗯 不打了以后 四九年以后 他 嗯 就是向百徽章 借的 所以 那个 那个 原来的正义会议的会子 那个房子 嗯 现在家里还造酒 现在呢 还在 还在做酒 她 她的身子 还在做酒 她 她的酒名 就是 百天善 哦 好 老陆是 关于老兵的志愿者 呃 经费有限 所以呢 呃 一面采访老兵 一面把我请到他们家来吃 他老婆做的家宴 啊 然后请我们喝酒 这个酒呢 很奇怪 也是 呃 一个抗战胜利酒 是1945年 这张照片 是1945年 呃 日本 在南京中央 陆军军官学校 向那个 中国军队投降的 呃 这酒呢 叫百天顺 我不知道这个百天顺酒 也写着抗战胜利 上面写着亲爱京城 我不知道这个酒有什么来历 这个酒呢 就是一百 呃 国中一百零二十师长 百会章的呃 呃 主业 他们家造的 他们家造的 这一百零二十都打过什么战役呢 一百零二十 从孙武专战 他就在罗队和日本人打 啊 后来因为那个中国的那个 那个 枪啊什么都没热 不如日本人的 啊 所以一路退下来 啊 后来退到 那个江西 啊 万家里 啊 万家里 万家里 万家里大姐呢 他整个师 打掉 整个师和那个 七十四兄 一起 打他 打掉了一个 一个师团 嗯 以后 他 又到江西 那到底他部队打完了 怎么又到江西呢 那个 再造 造兵 他具有把老百姓 变成战士的天台 对 他是一个老雄人 啊 算于打仗 呃 他们家族是做什么的呢 他们家说就是百天圣 那个 匠员 是 主要是做酱菜和酒 对 因为 那个 贵州 正义啊 他那个 那个 那条 水啊 做酱菜和酒 做酒 好 特别好 他家里 做酒 家业很大 家业很大 但是 所以他那个 招兵 招来 自己出钱 在当地有威望 威望庭 挺高 啊 那个 遵义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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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 遵义 在遵义 开会 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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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房子就是 那 百天圣 哦 就是 我们都知道遵义会议 开会的那个 建筑物 但是不知道 是百天圣的 也不知道 这个 日本投降仪式 和百天顺 有这么大的 关系 我不喝酒 我拿这个 空酒瓶 跟那个 沙和尚 你们喝酒 我带走这个瓶子 嗯 百天顺 老陆呢 是个志愿者 带着我们去采访了好多有意思的老兵 回来以后呢 经费有限 让他老婆在厨房里忙着 就是后边那个影子 我们在这大吃大喝 嗯 嗯 这个 还请我们喝 酒 啊 这个酒 上边呢 有一张照片 是1945年 日本在南京 呃 呃 投降 还是在那个 呃 地点 我不记得了 是日本投降仪式的那张著名的照片 嗯 这个酒呢 叫百天顺 嗯 写着抗战胜利 呃 亲爱京城 亲爱京城是黄埔军校的校训 嗯 呃 吃话 百天顺呢 是国民革命军 102师的师长 呃 呃 陆军中将 从上海 呃 松沪会战的罗电战役开始打 以后打到万家岭 把整个师祖打没了 又回到老家去 招兵 啊 红军当年长征路过尊义时候开尊义会议的那个会址 就是 呃 百天顺这个品牌了 啊 是百天章他们家的 他们家在当地是乡绅 所以很有威望能召集部队 打击日本人 现在他们家呢 还造这个酒 啊 我拿的这个呢 是纪念酒 说更好的呢 是这个东西 叫百天顺 嗯 沙和尚你说是真的假的 嗯 嗯 啊 好喝啊 这个是三世纪的陈酿啊 嗯 借 我 我不 借我喝一口 啥声这嘴就是黏乎乎的 不是他的嘴黏 是这个三十年的陈酿 百天顺 抗战胜利 亲爱京城 亲爱京城 老陆是宁波的志愿者 一直关爱老兵 今天白天带我去采访了许多有意思的人 呃 由于经费有限 也没地方报销 只能在家里大吃大喝 左边就是老陆 右边就是他年轻美丽又能干的媳妇 呃 大吃的这些东西 这是野生的黄鱼 这是野生的东海明虾 这是野鸡 这是什么我就不会说了 大喝的就更是奢侈了 嗯 你看这个酒 是日本向中国投降仪式的那个酒 这个酒呢 叫百天顺 上边写的是亲爱京城 这是黄埔军校的校训 底下写的是抗战胜利 这是个纪念酒 百天顺 百天顺是什么人呢 是国民革命军一百零二师的 师长 松护康战 一开始就在罗电和日军发生冲突 啊 部队就快打差不多了 以后又在万家岭和日军作战 万家岭大结 他的这个整个的事都打没了 回到他们老家 继续去招兵买马 又弄来继续跟日军打 到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已经升到陆军中将 他靠什么能够从他们家不停的把子弟兵 把子弟变成兵呢 是他们家是当地的旺族 他们家是做 由于那个遵义 贵州一带的水好 他们家是做酱园和酿酒的 啊 酒呢 那著名的酒就是这个 叫百天顺 百天顺 百天顺将太园 当年红军长征 到达遵义的时候 遵义的那座楼 就是跟他们家借的 嗯 所以据说他们家这个酒 百天顺 比茅台还老 老陆看我呢吃素 然后就给我笋肝 还特意告诉我 这个两种笋肝 一个是有机的 我还没到家呢 我刚放在口子里 我就忘了哪个是 哪个是有机的 哪个是有机的 下面两包有机的 下面两包 那咱包装一模一样啊 你里边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是人工种的 做圆 老的 这个是野的 这又怎么能看出来呢 一个小 一个大 就是野的长不大 家养的都大 那个我小的时候 我爷爷吃一种叫麻雀嚼 麻雀嚼瞬间 就是 特别小 那就是更野的 嗯